让我们掌声有请小鹿 大家好 事实上在我的常识来看 我这么多年的线下演出 观众啥都能接受 真的 你放心 观众对于一个女性脱口游演员在台上 说出非常大胆的观点 表演得非常夸张什么的 这些东西 我这么多年在现场演出的经验 观众是完全能接受的 他非常欣赏 他非常拍案叫绝的状态 因为他没见过这个东西 他特别开心 他走进这个剧场之后 你给他呈现了一个 他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在视觉上体验过的东西 其实大家有的这种担忧 会觉得说 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接受度不高 是因为事实上 在所有电视上的东西 所有弹幕里面 接受的人是不发弹幕的 不接受的人在发弹幕 其他的人就开开心 好喜欢 去看看哪里可以买票 目前我感觉可能有一丢丢同志的话 就是大家的笑声都像吃了巧克力的笑声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要有吃了怪味豆的笑声 吃了螺蛳粉的那种笑声 然后吃了冰淇淋的笑声 吃了火腿的笑声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不同类型的 你光是一种 其实是会越来越无聊 我不喜欢观众很统一的那种 哈哈哈哈 这种笑 我喜欢那种就是 然后这种类型的 或者是更多 我就是对我希望这个笑能够像花瓣一样是不同类型的 更更多元一些 就是你一个专场里面能够带着他体验不同的情绪 去讨论不同的话题 然后产生 有些时候他可能也不认同 但他觉得哎呀 但是好好笑呀 我自己会期望有不同的 这样我 我觉得我比较大胆的就是我不忌讳的提到阴道 子宫这些词 然后我发现这观众也没有什么 你只要讲的好笑 他是可以很顺畅的就接受这个东西了 你也不用因为一讲就自己先紧张起来了 因为如果你拘着观众也拘着 他不觉得你在说什么 不该说的东西 而是他能有那种 觉得你是在认真讨论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在努力的实现这个东西 所有的笑都是一种笑 我觉得好无聊啊 这个只是人家租用的一个地方 搞得好像自己的剧场一样 来大家好 请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小鹿大剧院 这个我们呢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装修出来的 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脱口秀场地 以后我们的脱口秀演员 有一个自己专业的地方 释放自己专业的才华 让大家让上海的人民都笑起来 哈哈哈哈 洗蹄剧院是吧 我一直都好像没有那种 要去寻求父母关注的那个心理 再到后来做脱口秀也是 躲避父母的关注 自己悄悄的要干什么事情自己干 我觉得我因为之前一直瞒着他们 但是等他们知道之后呢 我说实话我妈给我挺多支撑的 因为我妈跟我说 她说我就是没有读书的机会 她说要是我有读书的机会的话 我妈说过一个词 我觉得特别感人 她就说吃泥啃土也要去上学 就是说不管怎么艰难也要去上学 所以我妈会觉得 我能够从一个小的环境里走出来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她特别羡慕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妈非常支持我 那天我跟他们俩视频 然后我跟她说了 脱油大会第二轮被淘汰 然后我说最近反正回北京嘛 休整一下什么的 然后我爸说 哎呀我怎么看你看着不太开心呀 怎么做脱口秀也不开心了 然后我妈就给了她一拳 我原来觉得我妈是个很内敛的人 就是我妈不太会把 她也不太会每天盯着你问 你在做什么呀 因为她也不怎么看这些东西啊 但是你能意识到她就是不希望我爸说我 所以我就当时很感动 我觉得啊 就是我妈她其实平时我妈 我妈确实是一个她自己说她嘴笨 她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但是我就觉得她其实内心是很支持我的 我小时候以为那个条件是我哥长得好看 但后来发现啊 好像这个也不是条件 就是天然就会 她会被更被宠溺一些吧 我现在有印象就是 我和我爷爷还有我哥 我们三个人在地里面 然后我爷爷需要离地嘛 然后呢 有人就等于说你要拉着那个牛往前走 那你有一个人坐在那个篱上面的话 他就更重嘛 他就会离得离近地里面更深一些 我爷爷站在这 然后我哥哥站在前面 然后我哥哥就这样靠着我爷爷 然后也一起拉着那个水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啊 小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玩的东西 你就觉得能够在地里面 站着一个交通工具上面 就像现在平衡车一样 来来去去来来去 你觉得很好玩 然后我跟我爷爷说 我说我也想玩一圈 然后我爷爷不让我玩 我当时我也就是觉得好吧 那你不让我玩就算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 我一直对这个事情印象还比较深刻一些 就是我当时在地里面 然后我就只能继续躺在旁边 我就只能继续在旁边坐着看他们 我是觉得 人也就是也不要 就一直觉得过去发生过什么 这辈子注定要背负着这个东西 我还是觉得我们有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就你通过 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实现 是能帮你摆脱掉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你 按照自己的美好的意图先做 它能产生什么影响 那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你能做的是事情本身 你只有一个段子 它能掀起多大的浪 跟你这个段子本身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 那是浪的问题了 我跟我爸 我妈关系变好 都是在上大学以后 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们家家庭范围非常紧张 就是因为我哥哥从初中开始 就不怎么好好上学 然后就是那种学校最调皮的孩子 那我就只能是乖乖的好好学习 听话不要给人添麻烦 然后我父母呢 因为我哥实在太糟心了 怎么救也救不回来 然后就一直也很压抑 我就经常我回家 然后看我妈特别萎靡地躺在 因为我妈是为了看着我和我哥读书 是放弃了自己的小卖部 她小卖部是很挣钱的 但是她就因此就陪着我和我哥上学去了 所以我妈就一直觉得很难过 就是自己放弃了自己在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 但孩子还没教育好 她就一直都很难受 然后我就等于是 就是好好学习 不要给家里添麻烦 所以我就一直 但是我的成绩呢又一直很一般 我也会内心觉得 哎呀我哥都已经这么差劲了 我居然不能考得很好 真是有点对不起父母呢 就一直有这种很大的压力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她说她没有朋友 你能想到对我们来说如果没有朋友是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吗 就是她只有亲戚 因为她没有上过学 也没有说那种工作过在职场 就正常的职场 她没有在 她顶多以前比如说 她从小卖部没做了之后 她去帮人做饭 给人打扫卫生什么的 其实都是不是她很想做的事情 而且她也会觉得 嗯 就是她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 因为我妈是个经商头脑还挺强的人 但是就是因为要照顾我和我哥 就放弃了自己的小卖部嘛 然后 他们其实就是 因为要承担一个家庭妇女的职责 对就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我就觉得还挺难过的 所以她好多事情她就跟我想 因为 所以我就感觉 可能我是她最好的一个朋友 我很少 就是说见到有人说 就是维护女性权益 或者是说 女性主义是一个没必要的东西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少遇到这样的人了 就是你只要说的够多 有足够多的人来开始 比如说咱们写的东西 咱们说的东西 你足够多的说 你就充满了她的世界 她总是没有办法 哎呀 看一下吧 对吧 我觉得只要 有足够多的信息量出来 足够多的表达出来 总是我觉得 能推动这个东西 被更多真正的理解吧 你说出去更多东西 哎 有人看到 她确实 她可能一直在这方面有困惑 然后她 哦 原来有这些情况存在 哦 原来你们在面临这样的东西 我是从来没有 像我 像女儿红这个专场 我觉得 牛院只是讲给 愿意懂的人听 不愿意懂的 你怎么讲也没有用啊 就像我的衣柜一打开是 什么样风格的衣服都有 但是现在我觉得私底下可能 更舒适的状态肯定就是 白T恤啊 穿球鞋啊 牛仔裤啊 运动裤啊 什么的 GOT这个平台不是球鞋起家的吗 它上面就有很多这种选择 我觉得对于你想要追求一个很舒适 但是又很时尚的一个日常生活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哇 你看这种格子衫就很好看 我没有见过这么有创意有个性的格子衫 就我早期演出的时候也穿过那种 可能裙子呀 穿过裙子的 然后我自己会感觉不太自在 其次是我感觉 观众给我的反馈也会让我觉得 好像我的这个女性身份远超于我作为一个脱口球表演者的身份了 所以我后来的着装就会越来越 从我第二个专场巡演开始 我就一直在穿套装了 但我觉得套装它本身是一个比较职业化 比较中性的一个象征 它就是把我拉到了一个中间态 像GOAT上面也有很多这种 全世界各地的设计师 他们会设计那种特别时尚的西装 因为我早年确实穿过一些很土的西装 然后被人诟病 然后被我的朋友说请你不要再